福德公的下一個順時針 會是什麼公位咧 田宅公子的是什麼呢 你在生出來的時候就有的 像是你的居住環境 這個是可以從田宅公看出來的 然後你的跟家庭的狀況 或者是你的家事背景 家庭環境啊 與家人的關係啊 我們其實看的都是這個田宅公 那在田宅公的對面 一定是子女公 我們常常說只田一條線 子女公 子女公咧 凡跟子女相關的可以拿來解釋 但是因為是態度價值嘛 你出生的時候不會有小孩啦 就是將來 當你如果有小孩的時候咧 你會怎麼樣對待你的小孩 你對你的小孩會有什麼樣的態度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田宅公的外面 所以也有可能是你在家外面 會有什麼樣的態度 跟生小孩有關的事情 生小孩有關的事情 然後口腹之餘嘛 吃東西 其實我們看的都是 子女公 這個是現在講的態度價值 因為你不會一生出來就有新行為 然後也不會一生出來就有小孩 然後什麼叫做態度價值 就是你會怎麼樣去想這件事情嘛 等到你慢慢長大 我們開始在看運線盤的時候 就會有實際上的行為事實的產生 好 田宅公的順時針一格 一定是 官入宮 官入宮咧 我們可以解釋成 你對工作的態度 在工作上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喜歡什麼樣類型的工作 就是官入宮 跟你的工作會相關 跟你的個人展現也會相關 官入宮 不過你一出生不會有工作啦 然後一樣喔 這是個性態度價值 那在官入宮 會對面一定是夫妻宮 來到了我們行行念念的夫妻宮 老師你說那個夫妻宮啊 出生的時候沒有那個老公老婆啊 所以他不是他沒有那個人啊 那我們要怎麼解釋夫妻宮 我們可以這樣看喔 你的感情態度價值 你喜歡什麼樣類型的人 胖的瘦的 有能力的 麻吉的 都是在夫妻宮展現 你天生喜歡這樣子的人 所以有可能你將來 會去追求這樣子類型的人 你喜歡這樣的人 你將來真的有對象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對待你的這個對象 互相對待 這是夫妻宮的代表意思 不是說你的夫妻宮是什麼 你的老公就是什麼 沒有喔 感情的話呢 有些人可以在一個時間點 有三四五六段感情喔 啊那怎麼解釋 我找的每一個男朋友女朋友 個性都一樣嗎 沒有喔 不一定喔 所以我們在本命盤上面呢 首先先解釋你覺得 你喜歡怎樣的人 好 個性態度價值 夫妻宮會是一條線 所以呢 你內心有什麼想法 會從這裡看 你對你的工作的態度 會有什麼樣心裡面的想法 從這裡看 知道嗎 一樣 互為表裡 他們是一條線喔 好 那在 關露宮的順時針一格 我們終於來到了 樸藝宮 樸藝這個宮咧 這個宮呢 你可能會有看到譬如說 奴仆宮啊 朋友宮啊 但是我很喜歡叫它 樸藝宮 因為我要奴役我的仆人啊 沒有啦 這個就是指你的朋友 平輩 同事啊 你喜歡 交什麼樣子的朋友 你對待朋友的方式 态度價值嘛 樸藝宮的 對面呢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 兄弟宮 好 所以在命宮 的順時針一格 就是父母宮 命宮 逆時針一格 就是兄弟宮 不管你今天的命盤啊 命宮在哪一格 在哪一格 這個順序都是不變的喔 他的順時針一格 一定就是父母宮 父母宮的對面呢 一定就是 吉二宮 樸藝宮的對面呢 就一定是 兄弟宮 兄弟嘛 看一下兄弟 老師兄弟就是 我的哥哥弟弟的意思嗎 我沒有哥哥弟弟怎麼辦 沒有啦 其實啊 兄弟宮呢 看的是 他雖然講兄弟 可是我們有性別之分 像大悅師女生嘛 我看這一格呢 其實我看的是我的姐姐妹妹 同性別的兄弟姊妹 看的就是 兄弟宮 那如果我有哥哥弟弟的話呢 我就要看到這裡 樸藝宮 同性別 異性別 如果你是男生 你要看你的兄弟姊妹呢 Lego 看的就是你的哥哥 弟弟 姐姐妹妹 看這裡 所有平輩的朋友 同事 同學 全部看這裡 表哥表弟 表姐表妹 通通 這裡 如果你有那一種 非常好的表姐表妹 從小就一起生活 兩個人感情就像親姐妹一樣 非常的好 你要把他當作是你的親生姐姐 看的 可以是這裡喔 因為我們一直提到 這是你認為 你覺得 如果你把這一個人 當作是你 真的真的很親的 兄弟姊妹 記得通性別的 看這 異性別的 看這 好啦 從頭到尾 有沒有發現 沒有聽到我講 媽媽在哪裡啊 老師媽媽不就是父母嗎 沒有 這是一個陷阱 來看一下 我們的秘工 逆時針 兩個 是不是夫妻工 夫妻工 我們的感情 態度 價值 好不要算 將來長大以後啊 如果真的實際上 嫁人的娶老婆了 看了一樣叫做夫妻工 那麼 爸爸的夫妻工 就會落在 這裡喔 就會是在 兄弟工的這個位置喔 所以 當你要看 你要找媽媽 位置的時候 你想知道 你覺得 你的媽媽是什麼樣的個性 態度價值 你跟他互相怎麼對待 看的其實是 兄弟工 爸爸跟媽媽呢 是實際上在你出生的時候就存在的人 所以在這一張盤上面呢 你可以把它真正當作有一個這樣子的人存在 就是這兩個 爸爸媽媽 老師 我從小喔 爸爸就 往生了 我是媽媽帶大的 我沒有爸爸耶 那我的父母工要看什麼 媽媽帶大的 所以你的媽媽母帶父子 沒錯 這個 也是你的媽媽喔 這個 也是你的媽媽喔 我們看的是 實質 影響力 這兩個 都可以呈現出 你覺得你媽媽是什麼樣子的人 嘿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媽媽是不是有雙重個性 因為這兩個心要可能就不一樣了 對吧 好 我們要來 觀念強調 現在啊 看到的這個叫做 本命盤 本命盤呢 講的一定就是你的個性態度價值 不是說 你一出生 你拿到這張命盤 就一定有這樣子的現象喔 你不會一出生就有老公 知道嗎 所以 你不要看到上面的就很緊張 哎呦 看看書怎麼辦啊 我的 這個公位有這個心 又死啊 我這死人沒紅 沒有這回事啦 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 再來 我們在看十二公位的時候啊 千萬不要只看一格喔 你要記得 無論如何要一條線的看 這個人是什麼樣子的命公 他心裡面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有些人 表裡如一 可是大部分的人 因為這兩個位置的心要不同 所以其實實際上這個人的個性 跟他心裡面想的事情 不一樣喔 所以呢 無論如何 至少要先這兩個一起看 富及至少要一起看 福德 財博 田宅 子女 官路 夫妻 為什麼這兩個會同一個咧 有一個好的工作 你總是比較好找到另外一半嘛 是不是這麼說 你有一個穩定的感情 你工作也會比較順利的吧 所以他們就會在一條線上 福異 兄弟 這也是一條線的 好 這就是我們這次來介紹的十二公位 你了解了這個十二公位之後呢 再來把你的盤上的上面的星星 對應進去解釋 這樣子你就可以很快的了解你的密盤囉